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0818 MSI展出许多高效能的工作笔电 也细分了不同族群的使用者 这次我们也听了微信显卡的介绍 以下影片就和大家分享 好 那个我是产品经理Alex 那我想要为各位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MSI一直过去都是主搜 主搜就是推荐我们的Gaming Laptop 那我们今年呢 主要有三个产品 第一个是Gaming Laptop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P系列 那我们今年是特别的主重的P系列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然后再来是这边会有Workstation的系列 那我们先从那个Gaming的部分开始 那我们Gaming今年催了两个产品 新产品 一个是GT76 一个是G165 那从GT76开始 这是我们的全新的旗舰机 那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新的旗舰机呢 我们有完全全新的设计 然后这个A面的这个logo呢 也是全部金属的那个质感 然后到下面这边 也有它的就是整个灯光设计的效果 整个包含的keyboard 包含它的边框 全部都有 然后当然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效能 因为我们的旗舰机讲究的是效能 那效能的部分呢 我们搭配的是i9最新一代的9代 能够要让它出来这个效能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散热 所以我们今年散热能够做到 让我们的i9做到5GHz 这5GHz呢在其他的就是产品线呢 其他竞品都没有做到 例如说Alienware 或是什么Acer等等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cooling的设计呢 其实是 有四个风扇 那这个四个风扇呢 已经比去年 过去一代呢 提升了2.25倍的 的那个散热效率 然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这个铜片 散热铜片呢 这一次是用CNC打造的 所以 魂工让它的那个接触面积 能够变得更大 那更平坦就更大 那也代表它的散热效果也会更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GTE新的一代 那GTE新的一代 还搭配了RTX 2080 那这个2080呢 能够让你玩4K 那个游戏能够在 维持在60fps 那就会让你的就是 真正可以开始玩到4K的游戏 不会掉帧 G65这次的产品呢 我们也是全新设计 可以看到我们的A-Site呢 有新的这个logo的镜面设计之外呢 我们整个 因为Dimension也把它让它变得非常小 所以因为的我们的窄边框设计 所以让它的整个Dimension 有让类似到14寸的大小一样 那再来就是它的USB Port呢 一样是有它的Lighting的部分 而且这次我们的面板 搭配的是240Hz的Panel 好 240HzPanel 所以如果你今天RTX的游戏 原本你用GTX玩的时候呢 你没办法让你的游戏超过 144Hz 那你今天用了RTX的效能 新的Turing架构呢 让你能够超过144Hz到200多 那这样200多你一定要 势必要用240Hz的Panel才有它的价值 那这就是Gaming的新的系列 好那我们再来介绍的是P系列 那我们从去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在针对P系列去做 我特别强调也就是说我们P系列强打的是Creator企业 那Creator呢主要就是我们要出一个能够帮助这些创作者 不管是他是2D的影片编辑的还是影像编辑的那些人 能够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工具 让他们快速的编辑快速编修 那这个产品呢我们主要强调的是它有一个简洁的设计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效能要非常的好 例如说我们现在有搭配的是第九代的i9 可以说要上到第九代的i9 然后甚至是它有搭配到RTX的新的Graphic Car 像说它是这边有搭配到2070的部分的Max-Q 那我想对于Creator他们在意的是 他们有时候要去携带带出去然后马上编修 所以我们针对Battery Life也特别去做放了大尺寸的电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台P65跟P75 我们都搭配了可以到8小时的续航力的电池 然后再来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有针对Creator的部分 去做软体上的优化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Creator Center 里面的这个是一个Ctrl Center 那Ctrl Center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叫做Creator Mode的这个软体机制 这个Creator Mode呢我们只要一键的就可以点开 就是这边可以看到 On Off 这样子按下去呢就可以针对CPU 针对GPU还有Memory去做优化 甚至是即时的直接让你的Storage去做Cleanup的动作 所以它会针对不同的软体 例如说Premiere 例如Photoshop 等等这些2D的使用者 或是他们影片编辑或是影像编辑的使用者 他们都可以一键的去做优化 所以我们不管是在硬体上面 针对了Creator优化 也有针对软体的部分去做强调 这就是我们这次在P系列 特别去强调 所以P的这个6575呢 是针对比较特别高效一点的使用者 那我们还有出PS63、PS42 那就针对他们就是在更light的 就是更轻 没有那么需要那么复杂的运算的使用者 他们就可以选择到PS63或是42 好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Wordstation部分 那其实MSI在Gaming 耕耘了不知道10几20年了吧 那我觉得重点是我们也要强调一下Wordstation 其实我们耕耘了最早5年以上 那Wordstation其实要耕耘的话比较不容易 就是它是需要像说ISV认证 它需要有很多B2B的customer 所以这部分的话 其实MSI耕耘上面其实已经有一定的成绩了 那今年我们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 就是WS6575 当然我们还有其他产品 不过我们今天特别强调一下轻薄系列 因为MSI在cooling的部分做特别好 所以我们在高效轻薄上面就有特别大的优势 像今年我们有17寸15寸的这两台 那我们要强调的是今年搭配了除了第九代的i9之外呢 还有我们新的RTX5000 这个新的tooling架构的Graphic Card 是Quadro的部分 那当然Quadro大家都知道是用在于像说是比较Professional的User 所以跟Gamer呢他们在意的东西不一样 Professional的User呢他们在意的是他们的工作效率 然后不间断的工作 然后能够不会突然的crash 突然的当机等等 那我想重点就是我们能够 维持一个良好的效能 又有好的散热 那散热就是一直都是微星的优势 那效能部分呢 RTX5000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NVIDIA也在强调的是Creator Studio这部分 Creator Studio呢 其实就是针对了Creator的部分 Professional的User呢 去做Driver的优化 那针对Driver优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MAYA 我们这个demo是一个MAYA 那MAYA呢 它是可以用CPU去做即时渲染 也可以用GPU去做即时渲染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MAYA如果用CPU的即时渲染的时候呢 那你可以看到CPU的即时渲染是非常的慢的 这些这时候呢 还在停在0%的时候 对 它其实是有动的 但是它的速度很慢 好这时候到2%了 可是如果我们这时候切换到GPU 它是用Huda Code去做运算的 这时候它的速度就会明显的有感受到差异 这就是Gradual的Graphic Card上面的 一个对于Professional真实的效益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即时的感受到这些即时渲染 它就不用到输出到Rendering 长时间的Rendering 所以才可以看到它的最后的那个 他们去做设计的一个结果 那所以 微星的工作站呢 强调了高效能 我们有i9 甚至有Xeon CPU搭配ECC Memory 然后我们有搭配最新最高阶的RTX 5000 然后它轻薄它只有17.9mm 然后1.8的重量 1.8公斤 那另外是它的Battery Life 也就是它的电池续养力也到了8小时 所以它是一个轻薄好攜带 然后并且它的电池续养力长 然后又是一个高效能的工作站 所以如果是一个常常工作要需要到出差到各地跟着客户demo 它需要一个高效的那个工作站的使用者 它就非常的适合这台 目前您手边 我们手边看到这张 是微星显示卡 目前最高阶的2080 TI Lightning 那我想市场上很多人都会把它习惯成为闪电 闪电版的显示卡 那它这个闪电卡的话 它目前是我们算旗舰款 那不单只是它因为使用了2080 TI的一个晶片 那我们在所有的外形啊 还有灯光 还有一些其他超频功能上面都花了很多的心思 那如您所看到 它在灯光效果上面的话 一直都是非常出色的 它透过LED和风扇 整个转速的不同 它可以呈现出很多不一样的风貌 有7页、14页、21页的这些善业普通的变化 然后各种像是RGB 一些很时尚很流行的灯光效果 那都可以让玩家自行来设定 然后选择一个比较喜欢的一些模式 那此外它的外形 我们是采用了一个比较高价的碳纤维的一个材质 那它不仅是在外观上面有一个比较高质感的一个突出 那更更重要是它可以提供一个比较轻量化的 提供一个比较轻量化的一个材质效果 那让整张显示卡它的重量不会再像过去高阶显示卡这么厚重 那它还兼具了一个很有质感的一个外观 那其他关于超频一些性能部分的话 我想就不用再赘述了 那很多的媒体 一些网络媒体它们的一些报导 它们都非常喜欢它的一些超频功能 我想这个很多资讯的话 玩家或使用者 它们都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料 那此外 在2080的部分 我们也提供了一个 目前比较常规的一个三风扇的一个产品 它同样是提供了一些比较炫目 炫烂的一个灯光的效果 那再搭配一个2080的一个晶片 一个很好的游戏效能 那它不管是在运行各种游戏 甚至是一些工作室 它们想要拿来做一些 比如说像专业设计 这些专业的应用程式来讲话 都是非常足够的 有一些使用者 它们对于灯光效果 不是那么的有需求 我灯光效果可能不要这么绚烂 我想只要保留一部分就好了 那我想这一款Duke 它在整个的外型 还有它在灯光效果上 甚至在性能上面 都可以满足一般玩家的需求 更甚至它是采用三风扇设计 那它在散热效果上面也是非常足够 不管是在长时间的运行上面 或者是你都不想要关机 就直接一直玩游戏 或者是直接打游戏 或是做一些专业的运用 它都可以提供很好的散热效果 那另外我们的主力 我们向来产品的主力 都是在双风扇的gaming的部分 但其中一个原因是 我想玩家或使用者 他们对于我们家的一个 比如说TOSFAN 或是TREFORCER 这个散热模组 都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 都是觉得维心的 这个双风扇的产品非常好啊 而且它的长度又比较符合 目前大部分玩家 他们的机壳的现况 所以这一款一直都是我们的热销款 再加上它是双十公分 两个十公分的风扇 它的一个设计 所以它在散热效果上 在低噪音的表现上 都是非常令人满意 那当然有一些玩家他们觉得 我就是想要比较低调 我就是想要比较一些 我不要那么多LED灯在上面 我不要一些什么 额外RGB效果 他们可以选择我们的 Armor系列 Armor系列 或者是Ventus系列 Armor系列的话 它承袭了我们前一代 就是黑白配色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它上面的这个RGB 它可以任意的开关 如果玩家他们不喜欢把它 显示出来的话 它可以选择用软体把它关掉 它的设计是比较简洁一点的 可是它该有的都还是有 比如说它的散热设计 它的噪音 低噪音 那同样我们也是用了2070 这个晶片组去做的 所以它在 不管是在效能 遊戲效能上面的话 都会一个令人满意的效果 比较多人关注的 会是这款Ventus 它打破了 现在大家都是 比较在追求RGB效果的一个状况 它完全没有任何的灯光 它是采用比较简单 而且比较俐落的线条去设计 那再来 除了外观之外的话 它同样也保留了 我们在噪音 在效能上面的一些坚持 即使它没有一个很吸睛的外表 可是像一般的专业的工作 比如说专业的绘图使用者 一些creator 或是influencer YouTuber 它们这些比较从事影像设计的 影像剪辑的 它们都还蛮喜欢这一款的 因为它们不太需要这些 额外的RGB灯光效果的一些产品 那它们对于这款的评价也是相当的高 就是 我可以很低调的 然后去使用这一款产品 那它也提供了一个很足够的效能 去做一些影音的剪辑 所以 这款是相当符它们的需求 那从高阶到中阶 这样子一系列 甚至是到 现在的16系列的话 我们 从高到低 那从 有RGB到没有RGB的 全系列产品都有 那这个一整个完整的 一个产品的 规划的话 是可以相当符合 目前市场上的期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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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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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